这两年随着大众马拉松赛事的热潮 各个品牌都推出了很多所谓的大众探板 还有低门槛探板金素鞋 但我穿了这么多探板鞋之后 我认为强风2pro是那双最值得推荐的入门探板金素鞋 前些天大力马拉松啊 我是穿着全新的强风2pro来玩赛的 尽管那场比赛比较曲折 但是强风2pro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回来之后又经过两次日常训练 我对这双鞋的性格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 今天我们就带来强风2pro的甜品奖 先说结论啊 强风2pro是一双不错的探板金素鞋 它在有不错性能的同时又做到了很好的舒适度 并且上脚门槛也不高 综合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但有几个问题也需要注意 这期我们就详细聊聊 开始正式介绍之前先说尺码和鞋重 我脚长255毫米 一般鞋子呢都穿41码 中小家的鞋子也基本都是穿41的 双强风2pro也不例外 41码很合适 所以我认为它是正常码的 并且它的鞋楦是正常 在金素鞋里面甚至是属于偏宽的 所以只要你不是大款脚 那么正常码码就可以了 41码单只215克 考虑到它入门探板金素的定位 这个重量控制是中规中矩的 我想先聊聊入门探板金素和大众探板的区别 严格来说 大众探板就是大部分人都能穿的探板 指的是那些保护性做得很好 探板只是加强滚动 锦上添花的鞋款 比如SA Trainer Dintamix Plus 马力等等 这些鞋子的稳定和保护性是主要的方向 而探板只是用来提高一定的跑步效率的 它们的金素性能没有那么强 更像是慢跑鞋里面塞了一块探板 而这里我说强风2pro是入门探板金素鞋的最佳选择 是说它在有探板金素鞋性能的同时 又做了一些增加舒适度 还有降低门槛的设计 总的来说它还是一双探板金素鞋 所以尽管我说它是入门的选择 也建议有一定基础 比如说规律训练两个月之后再去选择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强风2pro的具体实战体验分享 先讲鞋面吧 这个鞋面就是编织了网布 在不同区域采用了不同的编织密度 来实现不同的强度 大部分区域的网影都很大 所以透气性是很好的 这个鞋面就是强风2pro实现很高舒适度的原因之一 对比一般金素鞋的摩托沙鞋面 还有脚重鞋面 这个鞋面会略重一点 但是它在舒适性上会做得更好 针珠网布非常柔软 并且前掌也基本没有压胶 所以弯折跑动起来的时候是很柔和很舒服的 泡进中底的一圈 它都用了更高密度的编织 来保证整个鞋面的强度 所以我在跑速度或者跑长距离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鞋面是能牢牢抓住脚的 在竞速鞋里面算是比较宽的 有很多竞速鞋 比如说飞燃2.5那种鞋子 它们在跑长距离的时候会磨我的小脚趾 而强风2pro我跑完一场圈马也没有感觉到鸡脚 鞋带系统是鞋制的 贴合脚背形状 中桥今年的三双碳板竞速鞋都是这个设计 鞋带孔做了压胶 并且压胶是分体式的 鞋带也足够光滑 所以它的抽拉调整各部分包裹还是比较顺长的 鞋带的最上方做了葫芦状的设计 也能防止松脱 我是没有遇到过一次松脱的 它的鞋舌很薄 几乎没有任何填充 但实事求是的讲 我没有遇到过压脚背 这就是鞋制的鞋带系统能带来的好处 后跟脚踝一圈都有足量的填充 更偏向于训练鞋的设计 一般竞速鞋不会填充这么多 这也让它的舒适度是非常好的 后跟有港宝 面积比较大 不过硬度比较一般 这双鞋刚上脚的时候 会有一点不跟脚的感受 不过跑起来就几乎没有了 整个鞋面从舒适度来讲 是我穿过的碳板净速鞋里面的第一梯队 不过也有几个问题 需要注意一下 第一点就是它的前掌鞋楦比较宽 同时它这个鞋制的鞋带系统在前掌 其实并不能很有效的调整它的包裹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很窄的窄脚 那么可能在操场跑速度的时候 会感觉到它这个鞋面拉不住你的脚 第二点就是它针织的网布 虽然舒适度很好 但是很容易吸水 并且也不太耐脏 也不是很好洗 所以就不推荐拿来雨战了 我这双就有一些污渍了 中底是全掌的超灵界批把 配合一个全掌的碳板 这碳板的形状很独特 它在中组两侧有上翻 前掌后掌都是有镂空的设计的 能看到它在降低门槛上做的努力 但从跑动体验上来说 它就是一双蠢蠢的碳板净速鞋 在我大力马拉松35公里跑奔之后 它给我前脚掌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当时我甚至都想脱下它去光脚跑了 这点每双摊板净鞋都是一样 如果你在全马最后阶段崩了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形式折磨你 中底的离地高度我没有查到 从我体感上来说 它是一双中等厚度的鞋子 可能是前掌27毫米 后掌35毫米 或差感觉在8毫米左右 中底调教是比较偏硬的 并且需要踩开 每次前三公里都会感觉脚感很硬 但是在三公里之后脚感就会柔和 变韧很多 我个人强烈建议去换上中桥的大猫牛鞋垫再来穿 这双鞋垫比较软弹 配合上它就相得一张 换鞋垫之后它的脚感能上升一个层次 变得很像飞燃2的脚感 但是比飞燃2要更弹一点 碳板主打的是滚动性 所以在各个区间6分多还有4分多我都跑过 它在各个区间都能有比较好的跑动效率 足弓支撑我要重点表扬 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很明显的足弓上顶 并且它的足弓上顶是配合上碳板的上顶 就不像有一些鞋上顶是软啪啪的 一踩就塌 它的上顶是能坚持到你整个全码结束的 中底的衰减控制也相当出色 我跑完全码也没有感觉到明显的衰减 从我的几次体验来说 强方 Pro是一双很全能的鞋 跑长距离它的足弓支撑很棒 并且中底衰减也控制得很好 跑速度的时候 它的前掌碳板如果你踩动它了 也能提供强烈的回弹 不过当然还是有几个问题要说一下 第一点就是它中底泡棉材料感觉没有那么弹 相比飞翰2会更弹一点 但是对比其他更高阶的竞品 比如说飞翼PP4直径2 它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弹了 所以我更建议全码330以内的跑者 拿它作为训练鞋 330以外的跑者可以拿它来跑比赛 第二点稳定性比较一般 上面我虽然提到了它的足弓支撑很好 但它的后跟稳定确实比较一般 原因就在于它的中后掌收得太窄了 也就导致它的接地面积没有那么大 稳定性也就无从弹起 严重的外翻跑者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不过要说的是这就是碳板竞速鞋 还是需要一定能力来穿的 我作为有一定能力的低足弓外翻跑者 我穿到跑完一场全码 并没有脚踝和足弓酸痛的感觉 最后看大底啊 CPU大底抓地肯定是棉检的 我在干燥路面任何情况都没有遇到过打滑 吃水的时候 刚进积水路面的时候会有略微的打滑 但是跑几步充分接触之后 也就不会打滑了 但是耐磨我想特别提一下 我这双的总里程在60公里左右 可以看到后掌外侧的细纹已经磨没了 这点我还是挺惊讶的 毕竟FINPP4和PLAD他们的CPU都很耐磨 好了最后总结 强风2pro是一双不错的入门碳板竞速鞋 不错的性能 很好的舒适度和较低的门槛 配合上近期很低的价格 让它成为我目前首推的入门竞速碳板 无论你是新手跑者 想购买自己的第一双碳板跑鞋 还是你是个严肃跑者 想买一双碳板竞速鞋来用于训练 那么这双强风2pro都值得推荐 最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强烈推荐 换中巧的大牦牛鞋垫来穿 会让它的脚感上一个层次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强风2pro的全部体验分享 这里是天天跑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